痘痘影视派,天天都精彩,大家好我是痘痘 试图恋的小说作品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不少 这几年也有不少试图恋的小说翻拍剧 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现在就来介绍几部《徒弟爱上师傅》的四部剧 《花千古》 改编自Fresh哥哥的原著小说《仙侠奇缘之花千古》 讲述少女花千古与长流上仙白子化之间关于责任、成长、取舍的纯爱虐恋 赵丽颖在剧中饰演的女主角花千古 一开始懵懂天真 最后却被逼着黑化 最虐心的还是对师傅白子化的单恋 因为两人师徒的关系 白子化一直不愿直面自己的感情 而舵仙夏子勋亦深爱着白子化 不愿看到爱人为花千古白白送死的他企图下毒杀死花千古 没想到最后中毒的却是白子化 为了挽救白子化的性命 花千古想尽了一切方法 并且在无意之中获得了洪荒之力 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如果不是最后花千古在他面前了结自己 他或许永远都不愿承认自己的爱吧 等到烟暖雨收 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 讲述了伊洛与初撤这师徒图二人之间缠绵翡测的爱情故事 看这部剧很容易就会被伊洛和初撤之间的师徒情 爱情给吸引和感动 他们两人之间 烦恼是师父初撤先动了感情 但是因为伊洛得知师父五年前经历的一场意外 可能是致使他性情孤僻且体弱多病的原因 有突然得知自己家族惨遭灭门的消息 而父亲送他在初撤手下隐性埋名的原因也一一浮出水面 至此以后 伊洛明白自己身上背负着家族的命案和血海深仇 他需要出撤帮助他一同抓住元凶 替族人报仇血恨 他们两人却不能平平静静地相爱 经历了颇多的曲折 招摇 根据九路飞香月练暖萌仙霞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万路门门主路招摇和力晨岚历经千难万俗 相爱相杀最终走到一起的爱情故事 这部剧应该是面男主墨青比较多了 一开始女主利用他对自己的喜欢 让他去做很多危险的事情 后来却在墨青不断地宠爱中动摇了最初的目的 等墨青比内被封印的力量得以复苏之后 老师一变成为万路门门主利晨岚 和女主也变成了师徒的关系 师徒练的四部古装剧 前面三部都很虐心 最后一部从前有座灵剑山却是从头笑刀尾 这部剧讲述了身怀世间罕见的空灵根的男主王禄 拜灵剑派长老女主王武为师 开始了一段独树一帜修仙之路的故事 灵剑派承邀各路精英前来参加生仙大会 为进一步扩充门派力量 因会星陨落 末伐大劫而降临的奇彩网路 怀着千年未有的空灵根 带着现代人思维 踏入灵剑派山门 与师父王武互坑 凭借科学知识和超级情商 与海云帆等人碾压一届 走上成为绝世强者的反套路之路 这部剧虽然是古装剧 却有很多现代化的笑点和稿 也可以当成一部剑派剧来看 除了以上四部电视剧 你是否还有其他推荐 欢迎关注点赞留言讨论